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很特別的來賓 他是我們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黃崇彥 崇彥兄你好 黃毅哥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崇彥 我看他當這個總統府副秘書長 這個發言總是很謹手奮計 所以接下來這 黃毅哥不太適合上節目 對 就會說接下來這一小時我們要談什麼呢 黃毅哥說什麼這事情 那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崇彥 崇彥兄他是1971年生 1971年 1971年 這個今年53歲 是 還沒滿 還沒滿 對 已經過了50我覺得 黃毅哥 可是呢 這個小英總統啊 對他非常的重用 非常的信任 因為他擔任了總統府的發言人 擔任了十年半 十年半 然後擔任了總統 小英總統的辦公室主任當了兩年 是 然後後來上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到現在已經大約一年半了 換句話說 小英總統的八年任期 這個崇彥兄幾乎都在總統的身邊工作 那以一個幕僚而言這是很榮幸有機會 對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其實你對總統是很 這個共識是很貼近的 嗯 工作上 是 那所以呢 先要跟你請教 好 你感覺小英是一個什麼樣的老闆 什麼樣的老闆 嗯 其實我在政治圈的工作經驗大概是從1996年開始擔任 當時是立法委員陳其邁的 這現在高雄市長陳其邁的幕僚開始 嗯 那我應該這樣說 嗯 跟總統這 這過去這八年 再加上之前他擔任黨主席這幾年 以加上我之前在其邁的身邊工作 那應該說他是一個 與眾不同的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嗯 那要怎麼這樣說與眾不同 我印象很深刻 過去其實是 與眾不同一定有個不同要講嗎 對特別不同的地方 因為跟台灣的政治人物 多數那種應該是這樣講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過去常常很多政策或是很多法案 如果是我們的陳市長 陳市長當立委的時候他大概會覺得說 欸進這個案子其實大概目前差不多 將近一半的人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那我們就衝吧 對 過一半就衝 對 那這樣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要衝一下 搞不好就過去了 對 蔡總統當主席的時候 我是政策會的首席副執行長 所以我們常常要把黨版的法案 最後要交給他說 我們已經大概研究過了 這個做了民調 大概五成一的人支持 嗯 那就被打槍了 喔 總統說 這意思是有四成的 四成九的人 並不一定支持我們的想法 嗯 然後我想說 還有五成一啊 還會拚 還會拚拚 他說你要知道 這個公共政策 是用國家的預算 然後要適用全國的國民 那有四成多的人 不一定認同你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那你就要去推一個這樣的政策 你不覺得太粗躁嗎 喔 我當下覺得我真的是 不好意思 那但是總統就是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典型的 應該是說沒有那麼典型的一個政治人物 好 就決策風格大家不太一樣 是 那這個 總統 因為從外表 到外面看 會覺得他是一個 冷靜而沉著的人 是 喜怒不省於色的人 要輸在那裡 他會展露情緒嗎 總統常常說 做一個 參加國際談判的人 不能把你的情緒 展現在你的臉上 因為常常會強勇就說 這樣我知道說 這條你有教 你有特別介意 我應該從什麼角度 那但是他 他卻是常常展現 對人的那一個 特別的關心 我舉個例子來說 好了 那比方說 這個總統對於 包括甚至是 甚至是這個 自己的幕僚 那其實很多時候他覺得 他好像問到說 他這個 譬如說那個 從宴 今天早上沒有過來 原來是 問一問說 原來早上是這個 感冒了 你嫁了 等一下他會後結束 他會找人家來問你 或者他自己就打個電話來說 那你有沒有好一點 我們去看醫生 等等的 是有一個這種 溫暖的 你會覺得 對 就有點像自己的大姐姐 或是家裡的什麼人 但是他會展現在這個 甚至是有點像 很細膩的地方去 去對你做關注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他最興趣 屬於什麼 當然也有很多機會 喔 想來聽聽 我舉例 比方說像剛剛在講的 我作為一個政策會的 的 首席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 那是主席的時候 對 主席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案子 已經有一半的人 其實民調已經通 那個 都支持 就應該可以推 他一定會罵你 他會告訴你說 那你有沒有想過 另外49%的人的想法是什麼 你要做公共偵測的人 連一半的國民 在想什麼 你都沒有想打算去想清楚 你有什麼資格來做這個 我當下覺得這個 就想要躲到桌子底下去 那你要跟他講啊 可是 陳其邁就是這樣做決策的啊 不 他們不會這樣跟他講 我希望 趕快結束這個 對 那其實像同樣這樣的議題 其實也常常有類似的經驗 比方說那他會說 那你有沒有問過這個領域的 專家的意見 你說我問過洪一哥啊 然後問過誰啊 他會另外再舉三個 但是其實也許立場 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有問他們嗎 你知道他們的觀點也是很多人注意 你有去想清楚嗎 你覺得他開會是有備而來嗎 其實會 還是當場做那個 開會基本上他一定會準備 所以 常常就是 比方說明天的會議資料 對 我們後來養成習慣 幕僚一定會請 你也先把它搞清楚 萬省的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做好準備 他只是要聽聽看 那你有沒有把它搞清楚 他就是這樣 你就覺得他這樣子是在生氣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所謂生氣是 他的所謂生氣基本上是 他要達成那個效果 對 意思就是要警惕你 那你下次 這個也比較準備好 比較來 那或者是說這件事 那你就不能只是覺得說 那我覺得有五成的人民 國民支持了 我另外四成多 或是不到五成的人 我就也許不用在乎 那大家覺得 你要做公共政策 或你要做 你要做公共服務的人 你怎麼可以把其他的國民 他在求很周延 對 這個部分我非常佩服 那 你怎麼看得出 這個壓力重的時候的情緒 壓力重的時候嗎 壓力重的時候他可能就會 你就要看到他去 突然去做別的事情 什麼意思 比方說他可能同時間 在想一些事情 我猜一下 譬如說 有時候可能 那天 譬如說國內外 有很多事情 他可能會站起身來 然後去看一看他的貓 去摸一摸 或者跑去這個 去看看那個幾隻退休的那個 狗 打蟒狗 對去跟他們 餵一餵飯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知道 他應該哪些事還在思考 從這個地方觀察車他的壓力 他在紓解壓力 是 摸貓就是 可是等一下他回來之後 他又條例很清楚 又開始是 那 什麼地方看得出來 他今天特別雀躍高興 雀躍高興嗎 雀躍高興的話 其實 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其實大概就是 他應該 其實 就藏不住了 表情其實就會出現了 會笑 好 他可以問啊 總統你今天你不好意思 或者會想要跟你講個笑話 這樣 不一定好笑話 他會講笑話嗎 會笑的笑話嗎 有時候有 對 可以講來聽嗎 還沒聽過總統講笑話 一下子要想 忽然間想不起來 但是其實像那個 在他拍那個在路上那一段 去講那個 他是說這個 一旦 一旦你的耳朵不見了 你會連視力也沒有 因為你的眼睛會掉下來 掛不起眼睛 掛不起眼睛 那是他自己講的嗎還是 那個他以前自己講過 是 我們先這個 訪問的是總統府的 副秘書長黃崇彥 崇彥兄 這個 受蔡總統的現任 那麼跟欣賞 所以 幾乎就是跟隨他八年 是 那這個 從總統府的這個 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那麼到現在總統府的 副秘書長 那 你看到他沮喪的時候 沮喪嗎 沮喪嗎 因為我一講 不好意思 我要 我因為要訪問 蕭美琴 副總統 是 那蕭美琴他是在選舉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還沒當選的時候 那他 20年前寫過一本書 叫做一個人也可以 是 這樣 那可是你把它翻那個書裡面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很 沒有時間可以去 仔細讀那本書 可是後來我翻了 其實他曾經經歷過很辛苦的一夜 是 就是他自己派去花蓮的時候 當時我陪他去的 當時美琴去花蓮的時候 第一台車 就是我開著車 然後載他還有幾位那個 黨部的同仁 謝謝 還有臨時的這些家當 然後加上貓 所以我們一路開過那個蘇瓜公路 對 那他書裡面也寫過一頁就是說 一里花蓮酸酥了 是 對於說起來打擊很大很大 然後那個打擊大到他覺得 他後來有去看這個精神科醫師 需要吃藥 他說他很需要有人 沮喪 需要有人來應付那些 對他的攻擊也好 對他的安慰也好 他說他幾乎提不起心情這樣 我就覺得說會很可能 這就很沮喪嘛 沮喪到要去看醫生了 那總統有沒有過沮喪的時刻 坦白說 我覺得 從我自己的經驗裡面看 所謂沮喪 倒是我沒有罵 馬上舉出一個例子 雖然很多事情會讓我們很沮喪 但是他常常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許是 也許是一個 算機算機算了不好 比方說是一個領導的特質 或者是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個 日空一空年 那時候是剛好 那時候是五都選舉 五都選舉那時候是民進黨 他接黨主席之後 08年一路一路開始往上拔 那五都選舉當時其實 有幾個縣市我們看起來是 還不錯 甚至是做民調 當時甚至是連台中 那時候是收割傳 收割傳 對 收割傳 後來輸一點點 那時候我們民調其實是 認為是也有推進的 也有機會的 那覺得應該不錯 結果發生了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槍擊的事件 然後連帶就 因為當天晚上馬上 對 當天晚上馬上就 有談話節目 就開始抹黑 說是可能跟民進黨相關 等等 隔天真的就受到影響了 所以當時第一個 我們新北 原先是認為其實 那個 當時的黨主席 就是蔡主席選 應該是有機會的 他當時是 那個 所以隔天在開票的現場 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是應該是我 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幕 因為 當時很多幕僚 經歷了 08這樣大敗選 好不容易大家覺得 開始大家一路這樣慢慢挺進 很辛苦 好不容易要開出一個 成功的花朵了 就忽然間遇到這種 很難想像 而且是覺得是很 很令人沮喪的事情 當時我印象深刻 大概是 我 然後許多幕僚 大家都坐在看開票間的 開票 開票那個房間 就是民進黨現在開中常會 那個地方 那其實大家都是 也都說不出話來這樣 那 總統 就當時的候選人嘛 那他 我們看他大概時間差不多 開了 票開的差不多了 他就 把門打開 進那個 那個 黨部的那個中常會的會議 大會議室 然後就看著我們 就說 欸 你們幾個 你們幾個大男生 還在 還在那邊難過什麼 現在趕快來開 來討論 我們等一下怎麼讓我們的選民 不要覺得 不要覺得放棄 或是覺得灰心 喔 我當時很想說 欸 你就選機 那個新北市好選人本人 那本來看民調有機會的 就 被一個意外事件 就 就 然後就主殺 而且還被抹黑 嗯 那就沒想到你沒有從他臉上 看出 齁 這點我非常 滿佩服的 滿佩服 不然一般來講 我們應該會關在房間裡面 先嚼嚼的 哈哈哈哈 先嚼嚼的 對啊 那 這個 賴副總統 他現在已經當選總統了 那他在副總統的辦公室 也在總統府裡面嘛 是 那 其實有 他們 這個 四年前其實有過初選 競爭 是 那他們兩個人 總統府裡面有經驗嗎 喔 滿長的欸 因為府內 其實會有一些 固定的會議 嗯 那也常常有一些 比如說外賓啊 還有一些內賓 然後比如說總統府常常 也會有一些賓客什麼 那不少場合 總統也會希望 比方說有一些重要的外賓 國賓的場合 希望說 要來介紹一下我們副總統 好 要讓他們知道有機會互動 第二有一些府內的這些 安全事務 或者是 這些重要的會議 那總統也會邀請副總統 來一起參與 所以 還蠻多時間可以 總統會 總統的辦公室是你幾樓 呃 差幾樓啦 在 到底什麼 哈哈哈哈 可以 我真的這麼小心 我現在遮花一人 哈哈哈哈 差一層樓 總統的在樓上 總統在樓下 在樓下 副總統在樓上 對 啊 會彼此去他的那個 那個辦公室串門子嗎 你說串門子嗎 其實 不長啦 因為畢竟大家各有 有時候各有會議或是 有 但偶爾確實我印象是 副總統有時候 有一些會議或是他 他會來總統辦公室這邊 總統有時候也會 欸 忽然就走過去 這樣 那咧齁 有 這倒沒有很長 是是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總統府的副名次長黃崇彥 那 因為我看美國的總統啊 他們都還有一個所謂大衛營 是 總統去大衛營度假 是 美國總統也是人啊 對啊 人也就要休息 對 特別是承受那麼大壓力的工作 是 小英總統覺得度假過 沒有啦 沒有啦 哪有什麼叫度假 沒有啦 總統不能夠請假說 哇 我去度假度一個禮拜 度個十天 欸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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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總統府的副名次長黃崇彥 那崇彥兄啊 這個幾乎就是跟總統的任期都在一起共事 所以呢 他有很貼 貼近的觀察 那剛才我說 其實 台灣的這個總統的設計 我也覺得怪怪 譬如說美國總統 還有一個大衛營度假 對吧 是 那麼這個 那小英總統 那是不是都沒有放假呢 是 確實八年來 沒有所謂的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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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偶爾就是比方說有些時間是 有一些他外出的行程或什麼 我們稍微把那個 行程跟行程間的時間稍微給他 稍微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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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給他稍微給他稍微給他稍微 稍微給他稍微給他稍微 那一小時兩小時 他你做什麼 不一定 他有時候也許 就看看書 有時候就可能去 如果再關底的話 可能就 帶膏去洗洗 對 這麼可能喔 不然假日的 禮拜六禮拜天 公務員都沒有上班 總統都沒有上班 他都在做什麼 找不到開火 是喔 所以你也是隨時 手機要開著嗎 要讓他找到嗎 是啦 我隨時手機沒有關機 24小時 24小時 尤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特別這幾年吧 這幾年因為 也許台灣的 不管在各方面也 大家比較重視吧 尤其還有那三年的疫情 頂頂 所以 有一度其實常常覺得 譬如說進我們 傍晚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我就會想說 那待會回家 趕快飯趕快吃一吃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 這個八點鐘或什麼 其實華府就起床了 對 反正就開始還有下一波的聯絡事情 所以時間上 你就開始覺得 那個時候 我們好像跟很多國際事務 越綁越緊 越連結越緊 那你曾經半夜被叫起來過嗎 有 有 什麼事情 像地震 像當時花蓮震災的時候 不過那個叫做叫起來嗎 叫做更像是 其實這是一個機制 因為總統 總統到就任之後 其實他慢慢把一些 包括安全系統或什麼 把它建立一些體系 所以比方說 發生地震 有地方開始有那個 其實我們會知道說 那像這個急速 我們是主動去 進辦公室 開始上班 開始 開做緊急狀況的應變 那還除了地震之外呢 地震之外的話 那可能有時候有一些 可能有臨時有重大的事情 對 比方說 有一些可能涉及國際的 臨時有哪件事要聯繫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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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有時候 比如說有一些跟外交有關 反正說 那陣子 今天我準備在 要動我們什麼邦交國 嗯 這有時候消息 在不同 地球的不同地方 所以有時候看不到 把你叫起來 太太的包容 這樣這就要加 還好 其實 對 太太是 過去也都在新聞界 所以 基本上對我們的生活都 能夠亮節 直直勝祥 對 我非常感謝他 那你作為一個公員 你有價可以修嗎 價 一定有價 嗯 但是有沒有 對 你有多少價可以放 我的價的話 我也忘記了 我現在應該是 已經是最長的 嗯 超過一個月 有超過超過超過 對 啊有放嗎 應該沒有 不敢放 不大 不大有 其實應該是說 比如說你要 總是你要拜六星期 有時候沒有對行程 嗯 嗯 那你可以在家裡啊 嗯 可以可能帶小朋友出去 不過你基本上 他就是uncle吧 嗯嗯嗯 可是那也不算度假 你就只是在家裡 其實還是有一點 半待命的狀態 確實有點難啊 比方說那還只能做 總辦主任 其實那因為有一些 工作的關係 對 甚至是你就不敢離開 大台北 嗯 嗯 因為你希望 因為如果有任何狀況 你可能要第一時間 比方說你要把總統摳到啊 把其他人可以找得到 嗯 所以啊你是這個角色的時候 對 你就沒有離開台北 那像美國總統有大衛營度假 是 這些大國 他們總統到底度假 有沒有變成一個 慣例或者是一個規定 其實 呃 美國的我不大清楚 不過確實 美國其實他本來就可以有 有這樣子的那個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德國 嗯 德國的話他的總理 其實每年都有固定的一個 應該是 我忘了是 四週還是七週的假期 嗯 那所以在那段期間 他可以 讓那個總理府的秘書 嗯 那來進行那個 相關 安排相關的代理工作 那那個 總理就會 找個他自己的地方 去 去度假 嗯 那我印象最深刻 為什麼這件事有印象 對 因為 當時是上 應該是上一任 德國總統那個梅克爾 梅克爾 梅克爾 他每次度假都是在海外 好 所以我們當時有一種 奇怪的 那也不是季度 那你也可以羨慕 但是覺得 不但總統 不但國家的元首 像總理 德國總理是 有這麼長的度假的時間 嗯 而且這個度假的時間 還不是國民旅遊 也是國外旅遊 我都想問我這次台灣 可能可以 政論節目可以說半年 哈哈 是啊 這個一個國家的元首 在別的國家度假 這個也真的是少見 是 現在是安全的問題 事實上也是他們 觀念的問題 你看人家代理人 就是把他守住 是 你就好好的放心去放 其實制度上應該 坦白說 某種程度 其實一定程度的 這些休息 或者是其實對 對 其實任何啦 從任何職場來說都 我覺得都很重要 嗯 有時候你去看兩場電影也好 對啊 或者是好好的是 有一段平靜的生活 反正有很多新的企業 什麼新的循環 對你的工作更有幫助 是 是 這個也許我們還需要一些時間 呀 這個我跑新聞的時候 李定輝總統時代 是 好 那時候因為 我想應該有政治鬥爭裡面 說要清軍撤 是 不曉得你是不是 你記不記得這個是 要清軍撤清 兩宋一書 喔 哇 我既然知道這樣的事 那時候我很小 對 兩宋一書啊 這個宋就是 國民黨的秘書長 宋楚瑜 是 另外一個宋就是 宋新蓮 對 國安局的局長 另外一宋就是蘇志成 蘇志成 就是當時李登輝的總統的辦公室主任 主任 是 那想把他逗下來的人呢 就覺得說 因為 有一些公文上不了 上不到李登輝那裡 是 有些人想要見李登輝見不到 都被這些人秉除在外了 是 這樣子 所以呢他們才說要清軍撤 把這些人清掉 那個事情才讓我知道 我原來總統辦公室主任好大喔 沒有 可以決定 可以決定總統什麼工東西 可以看什麼人可以見啊 沒有了 沒有了 我覺得那個大概是 應該是台灣大概 威權時期開始進入一個 民主狀況 總是有一個過渡期間 那 而且當然那個是 也許是當時的 政治鬥爭的一個宜序 那不過以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其實很多工作都蠻制度化 其實上管道 那再來是 總統其實蠻多事情 盯得蠻緊的 那你也很難漏高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假設 某一個重要的報告把它漏了 他等一下會從當事人那裡聽到 或者是 那不同的地方他聽到了 才知道說 其實本來有一個報告 你怎麼沒給我 那不就糟糕了 嗯 不是啊可是 因為總統畢竟這沒那麼多時間 可以看所有的公文 是 有些人不重要啊 比方說人民的陳情 是 有些你 因為你要決定這個陳情重不重要 是 或者這些 大家多少人想見總統 那這些人 總統哪有那麼多時間啊 所以這些人就被 被必須要 貶除在外 是 那你如何去決定呢 其實我覺得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 呃 有一個層次 那這個層次基本上就是 第一 那他當然比方說 他跟現在總統重要的陣路 是直接相關 嗯 那比方說 假設 呃 比方說台灣我們現在在發展 這個 這個太空相關的這些產業 對 那國外這一次有一組人來 雖然你在行程上 目前還沒有 其實行程很滿 那你就必須有優先順序 那總統可能要見一下這一組人 那他們可能有一些 對我們現在的這些發展的角度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覺得怎麼樣 嗯 那你希望總統應該要多聽一些不同的 嗯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說到那個陳情 我的了解 蔡總統應該是 呃 我們有總統這個陳情制度以來 嗯 因為總統有一個總統的信箱 是 那他是 應該是唯一 要求幕僚都要把他看過的 每一件 幾乎是每一件 當然那種謾罵什麼 那個一回事 那個就直接把他篩選掉 但是 言之有誤的 嗯 或者是其實 可能他有涉及 可能有剛好講到某些狀況 那 是不是有 你就要去想查 可是 這個陳情的重要性 誰來決定 重要性他其實基本上 好 假設他這個是跟安全國防有關 那可能當然有這樣的幕僚看 嗯 那可能他跟某些社會事件 司法事件有關 嗯 那會有幕僚也再來 再來把他check說 欸啊這個 是不是已經判過了案子 或者是在審 審判中的個案 那很抱歉是是這樣 好 看他有什麼 請大家再去review一下 這樣 那當然基本不碰個案 嗯 但是如果假設人家有哪些委屈或什麼 對 那讓人家知道說 欸那這個有一個這個陳情是長這樣 那比較有趣的 說過這樣的陳情 嗯 我們最近不是那個兵役 把他恢復一年 對 那另外在恢復一年之前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把那個叫招 嗯 改成14天 嗯 那在改成14天 剛改的時候 那我們就收到一些陳情 啊這裡面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有一些少年啊 他可能剛當完兵或什麼 他就說你改14天很麻煩欸 有些男生 而且有些幾個大男生連署喔 他說這麻煩啊 這個我現在上班這樣不好請假等等等 然後來我們收到另外幾封 嗯 是志願役退伍的女兵 嗯 他說 為什麼叫招沒有女生 嗯 中華民國 台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嗯 為什麼歧視女性 是 男生可以叫招 為什麼女生不能叫招 男生可以為國奉獻 我都已經當了4年志願役 我退下來你竟然不叫招我 對 那馬上就了 啊這個也要很重視 總統說會有這樣 這樣 這女生喔 真的也很想這個報效給國家 是 那 那 我相信 我相信 事業上很多的媒體都有引用你講的話 是 甚至於你的這個肖像 是 那你這樣要被訓練嗎 這個你的服裝儀容各方面儀態都要被訓練嗎 呃 長官 沒有 不要講她名字 但她 但她的太太很有名 她常常上紅一個節目 然後 當時呢她就 就跟我說 欸這個 重演這樣啦 這個你現在 那時候她是副秘書長 對啊 那我是新聞部主任 她說 你當新聞部主任 那 我們現在總部現在需要發言人 那 如果這樣的話 呃 我們現在還看不到 還 一下子找不到這個 不然這樣子先拜託你來幫忙 這樣 我說不要 因為坦白講真的 做過 新聞事務或什麼 你會知道發言人這個工作 其實loading是很重的 而且 常常會 你會覺得吃力不討好 而且 你常常就會變成那個紅灰桃 然後 所以我就說 可以先不要嘛 那後來就另外一位 呃 是後來去擔任國安會 那個資委的 對 也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同仁 就是長官 嗯 他就跟我講說 欸沒關係 我跟你講 一年就好 沒太久 這樣 保證這個到時候 後來快到一年了 因為大家知道剛執政 其實各種事情都很多 對 快到一年的時候 我就跟這兩位大哥哥說 欸 快一年了 你們有沒有想到什麼人 我這邊有一些想法 也許有一些人還不錯 哈哈 後來這兩位都告訴我說 蛤 什麼一年 我沒有聽過啊 誰跟你說呢 好 保證你已經上鉤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在民進黨新聞部時代 那當時是因為 我是第一任的新聞部的主任 我們從文宣部改組成新聞部 那當時我們因為 開始推一些發言人的 的不算訓練 而是說 我們也許是一次可以有三個發言人 五個發言人 那但是我們試著把 所有的這些發言人要發言的內容 或什麼 我們都做過一些設計 這樣就一來 第一個我不會三個發言人講不一樣 對 再來是 那他們在講的時候 我就希望 不要說他第一句就要講出 講出這件事情的重點 或者是直接可以容易上標 對 那另外儀態當然是 儀態的話 所以我們當時有試著 其實我自己也這樣要求 想說 有一段時間就很認真的看那個 那個 美國有一個網路叫網路平台 叫Cspan 那Cspan上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國務院發言人 或者是白宮發言人 或者是其他 他都會有網路的直播 對 那所以 你就會看到 他是大概大致上 怎麼談一件事情 那大致上這個作業的狀況 是怎麼進行這樣 那當時就 你就學他們 有樣學樣 是 那你覺得哪一 有沒有哪一個你覺得 是發言的最好的 哪一個發言最好 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名字 但我記得是在那個 歐巴馬的任期最後 一段時間 有一位是 國務院的發言人 對我名字一下子想不起來 那大概是 基本上第一 就是他通常不會很矮板的 他的表情 他就像我一個這麼 講嚴肅的時候可以嚴肅這樣 那再來是 幽默 要幽默一點 對 所以常常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是 你覺得 像老共那些 國台一半的發言人 外交部的發言人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是同情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活在這樣的民主的國家 其實 你可以想到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跟你的國民溝通 跟國際溝通 對 可以講真話 可以講 但是他們基本上在被要求的狀況之下 要鼻兩聲 要鼻兩聲 要喵一聲 要喵一聲 其實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展現一個 像一個民主國家 或是像一個 因為代表國家 像一個國家的從容 對 像一個國家有自信 然後像一個國家可以 自由自在的講出 代表這個國家的一些基本看法 對 很可惜 很可惜 其實是不容易耶 總統我發現人真的是國家的門面 其實是 是 是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總統府的護秘書長黃崇彥 那麼這個我想 總統管的是兩岸 管的是外交 這個國防 等等 那兩岸的部分 總 這個 在一黨一直在那邊取消民進黨 想要賺老共的錢 然後又要修理這個Fa 所以 有種把他廢掉啊 這個事情 小英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總統是從台灣在 參與那個 官貿總協定 就是GETT時代 對 就是參與國際談判 一路談到WTO 那一路到後來他 包括 兩岸上他也當過陸委會的主委 當時應該也被認為說 是這麼多年以來 算是表現非常好的 對 陸委會主委 坦白說 國際經貿這件事情 觀點核心就是互惠互利 所以 ECFA這件事情 其實 在一黨用這個方式來說 你都靠人給你讓利 本來其實 經貿上就不應該存在所謂讓利 而是互利 你互我也好 雙贏 那這個雙贏跟互利 這個作為基本原則的狀況之下 其實 所有事情有商有良 那所以 這個不管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過去這八年來好了 我簡單舉例 這過去這八年來 其實一方面 你要擔心 那種所謂過去因為 因為讓利而過度產生依賴 而在全球很多同樣產業 都在升級的過程當中 我們反而忘記了這個 我自己把自己再提升 因為你可能靠了依賴 靠了一些其他的 所以 總統花了很多時間 第一個 先把國內的這幾個產業把它帶起來 像我們推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等等 所以 包括 其實不只台積電嘛 就是包括我們自己的很多這些 機械產業 後來也包括透過我們自己的 這個國基國造 國建國造 把我們的國防產業帶起來 依賴降低 那 需要靠的已經不是讓利 而是新的全球互助的一個軸線 所以 以現在我們對中國的貿易依存 一來因降低 二來是 現在所謂的 所謂的彼此間的那個貿易的總額 其實大部分大概已經八成以上 統統都是 因為他需要台灣的這些中間財 所以我們必須輸出給他 他要買我們中間財 改變那個依賴的結構 那雙方其實才會健康起來 所以從總統的角度裡面 他看的是台灣長遠的 總體經濟的持續發展 像昨天股市才剛 剛封關 股市昨天的總值是57兆吧 57.5兆 57.5兆 這個是2016年我們接手的時候 應該是倍數 當時我記得是27兆 27兆 對 概念上其實包括現在的總體的GDP 認真講台灣這幾年其實總體的國力是 整個是擴張的 其實包括我們經濟的量體 包括在全球的重要性的地位的提升 而如果中方有提認 同樣提認到這一點 尤其過去這幾年其實 這個全球供應鏈在改變 美中貿易戰之後這樣的調整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於說 大家對於中國這樣的單一市場 對於這樣的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 以及他可能常常並不是因為經貿因素 而是因為政治因素造成的各種扭曲之下的擔心嘛 所以大家都希望有更安全的資通訊產業 是 所以台灣的單多了 來自中國的單少了 大家都要求你需要有China Plus One 必須要移到外面去生產 大家才相信你 誰造成的其實坦白說 中國如果不必這麼 其實可以不必這樣 最近大家看起來其實中國的總體 他的股市 他的整個財經表現陸陸續續 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他做的每個動作其實是讓自己變得更鼓勵 所以我覺得在於黨或許基於政黨競爭 或許有任何那個 但是我們做一個負責的政黨 是在這些批評之下 你還是能夠很清楚 我國家就是往這邊走 而且這個走現在證明是對的 對 那我們就是把它繼續往前推進 至於說ECFA要不要做哪些事 坦白說在於黨如果 因為畢竟這個是在國民黨任內時候 把它牽起來的 他應該會很清楚嘛 這個ECFA這個協議本身 其實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固定的 兩岸的經濟合作會議 這樣的一個經濟合作的委員會 你可以要求對方要啟動 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那現在我們雙方經貿往來上 有哪些事還需要再調整的 因為情勢變遷等等 大家有商有良 就像這次說去調整航道 民航雙方的事啊 這本來就應該可以討論 我總體而言還是會覺得 其實你站在一個國家發展 還有站在兩雙方人民 真正互惠互利的立場 來看我們怎麼樣去推展這個經濟 那才會是正確的方向 你覺得說老共對台灣的孤立 這種法理戰 是不是越來越 這個手段花招越來越多 像2758號決議文 那個諾魯跟台灣的斷交 他其實是在建立另外一個戰場 最近因為諾魯這件事情 然後特地用2758來做一個切入 這當然是一個很明顯的啦 也就是說他在 一來當然某種程度 時代的情境下 是因為這一次他們在各種戒選的手段之下 最後不是他想要的結果 對 那再來是如果各位有注意到說 聽眾朋友應該都有注意到 去年在這個舊金山APEC的時候 剛好有拜習會 那在那個拜習會的脈絡之下 中國一定程度的也去做了一些 其實不算退讓 而是說他開始做出了一些 他好像相對希望能夠放緩 放緩這些外部的這些 可能其實在孤立也他自己造成了嘛 希望放緩這些局勢的這個緊張 而希望說大家希望 開始現在他開始鼓勵 希望大家都會去中國投資 希望中國經濟可以起來 因此他都做了很多其他的 各種小的動作 因為他可以也許在選舉期間 因為他沒有做很大的軍事演習 但是他可能每天跟你放假鬼 放氣球 那他可能沒有 沒有做很大的這些發言恫嚇 但是就說 我要廢止ECFA 我要幹嘛等等等 各種 那其中法律佔這個 這個2758 這當然就是其中的一環 那當然我們這次也特別去注意到說 因為坦白說過去這一段期間以來 在我們北邊 那中國也開始說他現在他的海警船 都要固定進入那個釣魚台的12里以內 那再往台海下來 他每天就想說他那個M503要怎麼調怎麼調 那再來再往下 他現在每天跟菲律賓這個玩家 說我這塊我的那塊他的 然後不斷的做這個新的人工的導交 對 他都在創造一件目標 一件很清楚的目的就是 他希望要載至整個第一島鏈以西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創造對自己有利的這樣戰略環境 那但認真說啦 這些動作都做下來 其實某種程度都是把中國更鼓勵起來 因為在過去 也許在上一個十年 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大家會因為對中國的經濟利益 或者因為對中國的其他的想像 所以因此就覺得 但是現在你在台海做了任何動作 都讓大家覺得是跟我都相關 當你做這些事 韓國也覺得跟我有關係 我的產品也要從這裡過 當你在台海做其他動作 其他國家都覺得有關 那所以這個 他去動用2758 當然某種程度是要把整個 在法理上變成 台灣就是 本來就中國一部分 就是等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第一時間 其實像那個AIT的主席 就特別講說 這本來就不是這樣的代表 然後或者陸陸續續 許多國家也用他們的方式 來表達對台灣的 台灣的支持 那這個相當程度其實 也都凸顯是 我們現在如果站在我們現在這個立場上 那並且是 爭取更多國家的共同協力 大家共同認同 那這件事會是很重要 你覺得小英這個八年他最自豪的事情是什麼 總統應該不會覺得他有什麼叫做自豪 但是如果有什麼大家一起努力而推進到的 那確實我覺得有 我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剛當總統府發言人的時候 總統府發言人每天他的信箱都會有一個 就是外交部收整的 就是全球的這種國際輿情的摘要 那那個輿情的摘要它通常是一個檔案 你把它打開我們通常就把它印出來 當時大概就是兩頁吧 就是這個可能一些新聞的摘要 有時候是整篇 現在都很少整篇 為什麼 因為光是標題就滿滿的 有時候都是半本 因為報導台灣的太多 但是其實也不是講說台灣 沒有啦 不是講台灣很危險 其實大部分都說 為什麼台灣這個國家可以在這幾年 在疫情下 在全球經貿的這些變動的衝擊下 它還可以展現出它的韌性 大家都覺得台灣人很厲害 不簡單 雖然我們每天都擦擦擦擦擦 但是國際上我們就是展現出一定的 那個自信跟韌性 對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 就總統來說 他會覺得很安慰 這幾年雖然大家 對內各種事很多 但是我們其實在國際上有展現這個 這樣齁 那時間今天你過很快 我記得小英2016年選上總統 那2020年817萬票 是 那這個8年就快過去了 小英總統他拿下來 他有什麼價位 沒錢我還沒聽 對不對 我每天最常跟卸任有關的大概就是 其實常常有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就是 我們現在討論事情 每天有一些時候討論日 他就會說 還好 再幾個月這個就沒有我們的事了 大家笑笑 等一下等我們回到辦公室 沒多久電話打來 那個哪一件事你們現在這個進度這樣太慢了 你難道都還要等到別人來接手的時候 然後才還要再幫你處理這些事嗎 趕快去聯絡 趕快去聯絡 我想說 那你剛剛不是說再兩週沒有我們的事嗎 好 他還是定很緊 定很緊 好 就是有些事情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再幾個月 只要不出事就好 對 對不對就交給下一任了 是 那 那 但他自己說啦 他是說 他說他想要 但他 他想要他好好的可以 有個 有個一整天 或有個什麼時間 好好自己看看書 好好的想 不一定要想做什麼事 OK 發呆也好 那 總統都看什麼書 看什麼書 他喜歡看的書 其實還蠻廣的 但我印象深刻是 他會喜歡看一些 特別片套什麼 各國的歷史 歷史的書 比方說他會特別去看那個 高麗 也就是 韓國的 韓國的古歷史 或是什麼這樣的書 而且他會看不同的 不同的版本 那他為什麼會 我覺得這有一點 一來是他對這一些 這一些 歷史本身的興趣 因為他以前想過 他其實 最大的志願是要去念 台大考古系 但後來 這個未遂 好 那 一來是他對這個 這個有興趣 二來我覺得他是對整個 這些社會 或是這樣的一個文明的發展 或者他有一些他自己的 有一些他自己的 特別的 的 的見解或是 興趣在裡面 他會追劇嗎 追劇喔 坦白說 以前主席的時候 聽過他有會 對啊 他好像也是追韓劇吧 當時 以前 對 但現在又沒有時間 但現在他大概每天 休息 晚上休息前 會固定做的 會固定做的大概就是 他會把外媒也通通都掃過一遍 也就是第一 他可能會 因為現在有一些 那種機上盒是可以同時 像是中華電視 還是這樣 OK 他大概就可以看 不少 比方說像那個 France 24 或者是像是 法國電視台 對 對 或者是像是那個DW 對 德國 然後 他說他會把這幾家都看完 而且他看到有點厲害了 他看到會說 我發現這個 這個法國電視台 因為那也是他們公司 法國電視台 那個 那個主播其實是英國槍 他說總統你有幹 你有幹 I tell you mother 那 也許小英總統這麼 政務這麼繁忙 但我看他好像 都體態都沒有走樣 就一直保持得很好 他有在運動 其實沒有什麼 偶爾騎騎腳踏車會 但是你說特別那種 每天 像之前的總統 每天他要去跑步 這個倒沒有 沒有喔 沒有耶 他沒有運動喔 好 只有總統裡面 不然那個他的官邸 有跑步機而已 對 應該都靠操勞在維持腳踏 但是通常像我們就不一樣 我們操勞在就會 肌子幫他增加 因為你要 這個民意代表在外面就是 會應酬 是 就選民服務 四個吃到會大塊 但是他吃還是很節制 其實 算喔 算是 但是大家也會幫他控著 畢竟醫生也要看著說 哪一種不能吃太多 或者是要清淡一點等等 是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打算 未來嗎 我想要來主持廣播電台 好 要來拚喔 沒有啦 不行啦 這樣我們就沒頭路了 開玩笑開玩笑 你聲音又這麼好聽 見識又這麼廣播 沒這回事 人又這麼帥 沒有這回事 其實我最大的 留一口飯給我們吃啦 我跟同事有說我一個小願望 我要來錄一個Podcast 但是要用匿名的 大概一個禮拜講一個秘密這樣 喔 這個好聽喔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這個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總統府的副秘師長黃崇彥 其實崇彥兄的堂兄就是黃偉哲市長 是 那是算怎麼說 我爸爸是老三 然後所以那個偉哲是大八的兒子 他們是大八 是 你是大八的兒子 你是三八 對 是 算很親 OK 所以蘇紫雲也是 紫雲也是 紫雲是我們家的 是算軍事天才吧 軍事天才 對 黃智彥也是 黃智彥也是 他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姐姐 好 你把黃智彥開槓嗎 開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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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智彥還蠻可愛的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黃崇彥 總統的後面市長 那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洪一哥 抽空來 現在開始辦交接了嗎 其實陸續就是 一些工作都已經在開始 讓改熟悉的人開始要熟悉等等 是 好 那希望一切都順利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聽 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